Welcome to IET Handi-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是第71个Tutorial的第3部分 那我们在上一个Tutorial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讲过说为什么我们要使用Fluor Assertion 可是当时在上一个Tutorial的时候我们都只是直上谈兵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在这个地方要来做实验 因为直上谈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做实验证明给你看 这样才有学习的效果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底下 其实因为我的Code已经Code比完了,所以我现在直接打开我的SampleCode 那我们就是在下面NUnit这个地方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我们的第2个Method呢就是要主要是要讲说为什么我们要使用Fluor Assertion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首先呢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这个Fluor Assertion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SampleValue,一个叫ExpectValue 那也就是说 我的SampleValue呢 这个实际的值就Add to value 实际的值是1 可是我的期望值竟然是2 所以这肯定会丢出一个ErrorMessage 因为1不等于2嘛,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第1个要看的呢 是这一个 第1个要看的是 其实这2个要点倒过来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 ExpectValue 这地方是写ExpectValue 这边是写ErrorMessage 好,其实Fluor Studio 2019的时候 它真的是让我养成一个好习惯 因为它会告诉你说这个参数它是什么东西 好,那 以前我都是随便摆 然后现在自从用了2019之后 我就会稍微注意一下自己 好 那我就注意自己不要随便乱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在说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Run一下 我们现在Run的时候呢 肯定会有一个跟你说Fail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ail 在这里 好,那它会跟你说什么呢 它会跟你说 我Expect你要给我2啊 我Expect你要给我2 结果呢 你真正的答案是1 好,那 这样乍看之下 好像还OK啦 好,但是呢 其实是不对的 好,那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好了啦 你让我 等我一下 我去改一下 所以这个在Amstates的这边是 是这样子 那我这边去改一下 我顺便连第70个Tutorial都改一下好了 等我一下哦 好,那我们现在讲义都改好了 你可以看到第70个Tutorial呢 我在这个地方 已经改了 好,这个地方已经改了 可以看到 这两个对调 然后这样就是Expect2 然后本的我是1 然后那接下来在第70个Tutorial这个部分呢 我也改了 我们来看一下哦 稍微翻大一点 好,我们在哪边改了 我们在 这里 你可以看到在 这个地方 好,它也改了 Expect跟Expect在前面 Sample在后面 然后一样是2跟1 然后在下面呢 我也改了 我也改哪里呢 改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在 下面的这个 这个地方 在这边 在这边我也改了 也是Expect放前面 Sample放后面 这样就是2跟1 好,那我们现在讲义都改了 那目的目的是为了 其实不改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说 我改了的话会让你的 那个FailE2Message 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它就是说 我Expect呢 好,我Expect你要给我2 结果你实际上 给我的只是1 所以现在呢 就是 好,就是一个 Fail的状态 好,那这个是属于 属于 这个是 跟NUnit都可以用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把它 扛面起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好,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Ctrl-Ku 好,那这个是属于NUnit的语法 就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按右键 RUN一下 那看一下 看一下它会出现什么 好,那这个 那这个 你也是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Message 就是你Expect 好,它是2 可是实际上你会是1 好,就说 你的SampleValue呢 好,是 你会觉得 这样讲好了 你可以看到 ExpectValue放前面 SampleValue放后面 这是属于 MSTest的写法 只是NUnit 你也可以用它 然后那NUnit真正的写法是 AssertThat 然后它是Sample放前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平常在写的时候 我就会 好,管它了 反正就是两个变数嘛 然后两个变数 你就是让它equal就行了 好,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就会变成 对啊,你也看到 我就会变成说 就是我会搞不清楚说 到底是ExpectValue放前面 还是Sample放后面 直到 Ferture Studio 2019 它在前面显示变数的时候 我才特别 观察到 我才特别 改这个习惯 不然以前我的习惯都随便写 好了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也知道说 MSTest跟NUnit 他们的语法上 所以 又会有一些奇怪的差异 所以你有时候 你又记不清楚 到底是哪个在前面 哪个在后面 所以其实很难记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说一定要选 Floom Assertion 因为你学了Floom Assertion 就一劳永逸了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 Floom Assertion 为什么这么好 好,那 在AssertLat底下呢 你必须要把SampleCode 放这边 SampleFile放这边 然后这边要写 Is.equal 然后接下来是你的ExpectValue 这样子 所以这是属于NUnit的语法 我先把它 Commend起来 然后做一个是Floom Assertion Floom Assertion呢 说真的它真的是 太太太好用了 我们来Run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来Run一下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Floom Assertion 它的ErrorMessage 就长这个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它是怎样呢 它是 SampleValue 好,就是你的这一个SampleValue 就是我的实际的值 好 应该 是 期望值 好 SampleValue 应该 是 期望值 那如果它不是它Fail的话 会怎么办呢 它就跟你说 我ExpectSampleValue 我Expect这个东西 好 4142 我Expect这个东西是2 那这个2 是ExpectValue 就说我Expect这个东西的值也是2 那实际上呢 它的值是1 就说 我 期望SampleValue应该要是2 结果 它却是1 就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英文念起来更顺 你知道吗 所以 Full Assertion是真的比较好的 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你在看这个 MSS 的时候 就像我啦 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ExpectValue 放前面 还是SampleValue 放前面 你会常常搞混 那因为它并不会影响到测试的结果 所以很多的工程师 包括我 过去在写程式码的时候 我都会随便啦 反正就是 Test会过就好了 然后 可是呢 如果哪一天它出现不会过的AerrorMessage 的时候 我就要特别去看一下它的AerrorMessage 它的这个FailEarMessage 它的FailEarMessage 就会 非常的难读 你可以看到它的非常难读 就是这个东西 好这个东西你觉得搞不清楚 它到底在干嘛 所以你到时候还要再设 Breadpoint 然后去run 这一个Test 单独去run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可是呢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AerrorMessage 你会一下子就知道说 它到底在干嘛 而且这个Full Assertion 它不只是 MSTest可以用 它NUnit也可以用 XUnit也可以用 MBUnit也可以用 甚至 它还支援 Donate Standard Donate Framework Donate Code 所以你只要学一次Full Assertion 就一劳永逸 所以在 第70个Tutorial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第70个Tutorial 等一下 在第70个Tutorial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特别强调 就是你学习Full Assertion 等于是一次投资 一劳永逸 因为Full Assertion可以让你的 测试程式码 更readable 记不记得我这边写说你的测试程式码更readable 你看我们来看你的测试程式码 就是 Sample Value 应该 是 Expect Value 是不是 你的Test Code 很readable 就是很合理嘛 如果你的Full Assertion 也是很readable 你可以看 Expect Sample Value 应该要是2 结果 但是它是1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的Full Assertion 跟Test Source Code 两个都是 非常的readable 那 比 上面这个 Expect But was Expect but was 还要好太多了好吗 至少这是一个English Sentence 这个不是的 这是什么东西呀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而且它通吃 Donate Code Donate Framework 就是通吃Donate Standard Donate Framework 而且它还通吃什么呢 它可以通吃大部分的Unitas Framework 包括MSTest ExEunit NUnit 这个字我都还不会念 MBUnit MSSpec NNSpec 好这几个 你可以看到它通吃这些东西呀 这些东西不是我唬烂你的 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它的官网 它的官网在这边说的 我把它打开来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将来 因为它是通吃嘛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它通吃各式各样的Unitas Framework 所以你不管你的公司用什么Unitas Framework 不管你的公司是用什么样的Donate Code还是Donate Framework 这是META 它通通都可以通用 通通都通用 那这个不是我唬烂你的 这个是它这边说的 有没有看到 它这边特别强调 它特别说的 所以都在这边 好 而且 你可以看到刚才在看的时候 这个我容易搞混 结果在这边的时候 我还剩下来去改讲义 可是在这边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搞混 所以这样的一个语语法 我就永远都记得 反正就是什么东西 什么一个variable should be 这样就搞定了 should be这样就搞定了 好那 我们这一个部分呢 就到这里 好那 对喔 还有一个是msTest的部分 等我一下 好 那在msTest的时候呢 我们一样是把这个Solution Table把它打开来 好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先把它看面起来 先确认它是全部都跑成功 好先让它跑一下 好它现在全部都跑成功 所以我们在 NUnit的部分已经是跑没了 好我把这个讲完的部分先把它最小化一下 好上面这个说明也给它最小化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一坨东西copy一下 按Ctrl C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打开到 打开到这里来 好msTest的 好这样是 这边现在是msTest的 好我们现在就往下拉 我们现在要给它第2个Method 好第2个Method呢 它哪边要改呢 其实就是这里而已 好那你可以看到 呃它这边改了之后 那我们来 软一下左手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也是 都过了啦 好它也是都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边是不是跟刚才说的都是一样的 一样是 Expect 2 然后但是Butter West 1 好你可以看到它也是 呃 喔它在msTest的里面呢 它会显示就是 Acer.rEqualFail Expect 2 But actually 1 好它会显示成这一个 当然我这边还是 写成这样子啦 反正都是 差不多的意思 好那我们再把它卡面起来 Ctrl KU 所以在 NUnit的时候 喔对这是属于NUnit的语法 所以你不能用 那这是NUnit跟msTest的都可以用的 基本上 NUnit呢它会支援msTest的里面所有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应该不是所有啦 NUnit会支援msTest的大部分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 这个语法才会在NUnit可以用 好那接下来再看做一个 好 那做一个语法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Full Assertion 那这Full Assertion我们来跑一次 看它是不是真的也可以在msTest里面跑 好那你可以看到它在msTest里面跑 它所得到的这一个 ErrorMessage也是 Expect Sample Value to be 2 BitFull 1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ErrorMessage 是一样的 然后你在NUnit里面 你所得到的ErrorMessage 也是一样的 好你所得到的ErrorMessage也是一样的 而且你的这个 TestSourceCode 也是一样的 TestSourceCode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知道说你的这一个 学习 你只要学习一次 你只要学习一次 一次这个Full Assertion 基本上你就可以全部都同用 好那 你以后就不用管公司到底是用什么 你就全部都可以写了 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小插曲 之前忘记讲 差点要漏掉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NUnit的这个 答案先关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专心在 ErrorMessage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在 Reference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打开来 然后我们选ErrorMessage 好然后那我们之前呢 有一个叫做 XML 我们之前加了 这个System.xml 跟System.xml.link 记不记得 好我们在这个 Tutorial70的时候 我特别跟你讲 在MSTest的这一个project以下 你必须要加这两个东西 好你可以看在这里 找一下给你 等一下 好有没有看到 我说你要特别加这两个 在MSTest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不加这两个会怎么样 我今天不加这两个 我按Ctrl 6的B拉B一下 好那我现在使用 Floom Assession的语法 按Ctrl B 拉B一下 它就跟你说它不能Bill 为什么呢 好它是完全不能Bill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 它是有ErrorMessage 像这样子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看 什么什么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MSTest里面呢 加入 这两个东西 好 XML 好 好那这边按OK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按Ctrl 6的B拉B了 所以它这时候就可以Bill Bill完之后呢 它就可以一样去 跑这个东西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要加这两个东西在MSTest里面 但是它就是要加 这是我Google到的结果 可是呢你在NUNI底下 你在NUNI底下 你不需要加这两个东西 你可以看 啊 在NUNI它已经自动帮我加了 那如果我NUNI不加会怎么样 看一下 所以NUNI已经自动帮我加了 我现在才注意到 还是classlibrary 已经自动帮我加了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 因为我是从classlibrary里面 写出来的 所以我Recon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 我在加class 就是我在createclasslibrary的时候 它已经帮我加这两个了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 我在加那个Fluent Assertion的时候 它自动帮我加这两个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原因 比较可能 那你可能就要再去做实验了 就对了 但是 依照我刚才说的 做的流程 你可以看到我在NUNI里面 并没有 加这两个东西 但实际上它 在不知不觉它已经加了 所以我才可能在create Library 所以它就加了 好 那anyway 我们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搞定我们的 这一个msTest 好 那 呃 好 那我们这个tutorial就到这边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